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山市 今天我们继续做实验 今天我们做了好多折纸类的实验 粗纸 A4纸 还有铝箔纸 但是我后来一想 这些东西虽然面积很大 但是因为它的厚度比较厚 你看一个餐厅纸 它其实很薄的 就像它这么小 但是它折叠的次数非常多 我们先撕开一张 将这么薄的餐厅纸盘下 它是分为三张 三张餐厅纸 我们这样一张薄薄的餐厅纸 折一下看这几次 一次 二 三 四 次 五 次 六 次 七 次 八 它这个折叠次数 不在于它这个面积有多大 也在于它这个边折起来有多厚 不过折起来非常的薄 想折多少次就折多少次 下面我们看一下 另一种更薄的东西 叫什么呢 叫金箔 金箔纸 我也是第一次见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看一下 非常极其的薄 我手里面是100张的 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金箔纸 就是把金子实际上往下压 可以把一克的金子 可以捶成好几瓶里 这么大 这么薄的 这个 我们这个餐厅纸对比一下 明显感觉这个金箔纸现在更轻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箔锤值 多少次 来 这个非常薄 已经撕掉了 非常薄 一次 两次 三次 这么大 四次 五次 这么大了 六次 嗯 这么大了 七次 八次 八次了 大家可以再来一下 九次 一张金箔纸 可吃九次 接下来我们用多张的金箔纸 给它拼起来 形成一张大的金箔 然后我们需要运动手工胶 然后把它给粘合起来 因为这个金箔纸非常容易碎 所以我们先以九张为例吧 九张 刚好在这个桌子上 能够拼得开 要非常小心 一下 又塞了 啊 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 哎呀 又一张坏掉了 这张也坏掉了 不行啊 又 来进行一下 我们就稍微的做点并 我们跌九张的金箔纸 就相当于它前期 只跌了三次 先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先做并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金箔纸实在是太薄了 一张的话 连接不到一起 必须得给它加厚 三张 九张 六张 一张 二张 一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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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张金箔纸实在这 夹着它已经再来三次 咱们再进行第二次 对 就是 六张 六 七 六 七 七 八 三 六 六 四 六 六 六 七 七 七 再来一次 好